下一位来欢迎肖战 肖战肖战虽然你长得非常的这个这个斯文干净 但我希望你演一个狂野的一个男生好不好 man and 狂野的男生 你要邀请谁 我想要你的场景是什么 你先说说你的场景 我的场景是在一个昏暗的小巷子里面 然后我跟我的女友一起逛完街 然后回家的路上 然后遇到异曲小混混 然后我保护她 哦 那小混混是需要有实体的 还是就不需要 就是想象的小混混就可以了 有实体的也可以呀 实体的二老 二老 是坏人变老了 二老在这个 什么时候要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 刚刚仇婚失败了 什么时候要说 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不要用这二老做小混混 因为他们刚才已经备受打击 所以很有可能会抢戏 然后我邀请的是 纳吉 师傅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了 你以为就开始跳舞的环节 好 好 来 来准备呗 在 在那个小巷里面 是吧 对 小巷里面 好黑呀 开始了 小混混的 开始了 小混混 小混混的 等一下我们不要开始 我们在我们在你们一走 你待会儿 我们前面还有一点什么呢 说到哪一句话 开始 哇 好黑呀 伸手不见五指 那也太黑了吧 我给你打一点光好了 哇 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这么黑暗 你做点什么吗 站住 干什么呢 做点什么 你们俩干啥呢在这 看我们家月光的是不是 打不打 还打不打 打打打打打打 你们是谁 啊 我还没动手 你们是谁 你们根本就没动手 我们是坏人 你们是坏人 你们想要干嘛 你们是不是想要杰瑟呀 快走快走 你是谁要杰瑟 快走快走 跑了 被我吓跑了 娜娜 你怎么了 我的头一点晕 可能是被他们打到了 为什么 可是我刚刚才看你 你死拉狗 不是写了啊 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写给我好不好 用手写的 我现在耳朵也不太好 你啥都不好 我跟你在一起很辛苦啊 嘴巴还能说话 嘴巴还能说话 写给我好不好 用手写的 来 写吧 你忘了我了 写在这一张 结婚证上面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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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祝福你们 两个小婚婚祝福你们 来结账的吗 那个二老 辛苦了 也能很好到那边结账账 好吗 这个很厉害 这个桥段厉害 就是我被小婚婚打了头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 你写给我 但写在这个求婚证上面 这个可以用 这个是可以用的 点评一下那个肖战的表演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叫什么来着 有节奏感 有节奏感 对 他这个演技开始 开始就是失忆了 就进入他的情境 长过来 我就进入了他的情境 是 这说明你也是个很棒的演员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 那演艺事业被 是被主持事业耽误了